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揭发是个真相 结果呢自己已经将要先成为所谓的阶下囚 因为他们已经被判刑去 那我们就来看到说 台湾司法是不是把我这个新闻自由置于何地 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警方现在自己根本抓不到散播布亚兆的真凶 所以先拿媒体来开刀吗 司法的无能 为什么媒体要跟着陪葬 我们今天就现场请到了四位的学者专家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李宗瑞整体的案件在国内外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但是现在办案办到哪里去 到底真相是不是全部揭露出来 没有 那为什么媒体要在这里先成为阶下囚 我们现场四位来宾为你介绍 我们再来赶快来看起 看这个问题 接下来应该怎么走下去 特别是新闻自由不应该在这个时刻 受到严重的伤害 首先现场第一位来宾我们为你介绍的是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谢国良 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现场第二位我们介绍的是 文化大学教授邱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继续在我左手边 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 法治时报社长黄月红 黄社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继续现场还请到是 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 庄博仲 庄老师 大家午安 好 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看看 关于这一则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 现在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为什么今天让大家看到 中国时报四位记者的被判刑 反而真的让大家更加强烈感受到 台湾司法的无能 去年8月26号 未戳破李宗睿谎言 终时刊登网络照 经台北地院一 妨害秘密罪 判似记者徒刑六月 得一颗罚金 引起媒体全震撼 媒体员担心此判例一出 法官严重强害新闻自由 因为依照大法官会议试字 509号解释 言论自由是原名基本权利 法学博士杨云华也坦言 刑法妨害秘密罪 将新闻媒体散布隐私 与一般个人散布隐私 等同适之 不够就言 法院做这样的乌龙判决的话 那这个当事人 或说这个当事的终时报 必须做一个申请试线 终时报导李宗睿恶行 照片马赛克处理 并无曝露被害人个资 加上媒体并无偷拍 竟然遭判刑六个月 不止实物面 痛批法官威胁 学者也对法官的做法很存疑 记者他就是要发全秘密 只是看这个秘密 有没有跟公共利益有关 那在这里 应该是跟公共利益有关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伯逊 您要媒体不要政府的格言 吃了民主自由的信念 台北订阅却让 本正要揭发离宗人恶行的 忠实记者判刑 忠实记者委任律师强调 坚持捍卫新闻自由 将提上诉 不排除 申请视线 这是台北总统报道 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整体事件到底如何的姿势体大 好既然呢 这个记者报导的是一个事实真相 而且跟全台湾的公众利益都有关 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触犯了刑法的妨害秘密罪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司法这么样的不尊重新闻自由 不重视新闻自由的话 恐怕是得走上上诉 而且要来申请视线这样一个层级 整体事件因为李宗睿呢 这个会迷奸女孩 而且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拍摄 于是则在所谓的不亚照 不亚的光点流出之后 引发了轩然大波 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到现在 李宗睿人当是逮到 但重点是当初谁把这些不亚照给散播出去的 我们的检警双方有逮到人吗 快两年咯 还没找到真相 还没找到凶手 我们就赶快看看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 而到现在为止呢 为什么媒体在这反而先要成为被制裁的对象 首先看事情的发生是在2011年的7月29号 主要是一对陈姓的姐妹花指控呢 李宗睿把他们给迷奸了 于是检警开始查查查 在李宗睿家查扣了这么一张的一个性爱光点 整体事件呢就这么样子 但是为什么后面爆发出这么多难以计数的 这个不亚照片跟光点呢 我们就来看看 你看时间来到了2012年隔年的8月1号了 这个时候已经相隔了一年 还没查出一个所以然来 但这个时候 北检终于对李宗睿发布了一个通气 他也开始做逃亡 新闻在这时候就越做越大 来看到 去年的8月14号是自由时报 他先刊登了李宗睿的性爱光点的不亚照片 以及被害的情节 当然现在他也被告了 我们来看到那里 李宗睿当然已经说要禁止 整个案子持续在审理当中 但是在去年的8月16号 中国时报报导了这个 卡提诺论坛的连结不亚照的一个画面 要告诉我们的警方说 其实这个论坛上面 这样的网站已经被大大连结 让你可以很多人可以在这里看到 非常多的一个不亚照 重点是你必须花钱才能够进去 在这大传黑心前的同时 我们警方有查到吗 并没有如果中国时报没有这个报导的话 未来接下来为什么卡提诺论坛可以被这个给封锁 表示这个资料对于整个案情的一个进展是大有帮助的 但是没想到到了去年的12月10号的时候 中国时报的主管跟记者一共四个人 加上自由时报主管记者一共三个人 通通被依妨害秘密罪给起诉了 那么案子闪到现在 我们看到最新的报导是在6月18号 中国时报这四名记者被依妨害秘密罪给判刑 6个月 整个事情大概的发展是这个样子 看到这大家会不会很想问 那么这些记者为什么要被判刑 妨害了什么样的秘密 我们讲到妨害秘密 或许大家觉得有秘密是指什么 到底什么样才叫做妨害秘密 我就带你来看到说 妨害秘密罪的法条在这里 我首先就请谢委员 这法条念起来 或许对观众朋友来讲相对的艰涩 没有关系 不懂没关系 但重点我们要说到的是 这次能够记者被起诉 后来也被判刑 就是说因为他们意图散布播送贩卖 这些相关在第一条里头提到的 这些所谓的不雅照的录音照片等等 所以现在妨害秘密罪算是成立吗 我知道委员您才刚刚拿到 这个法学相关的硕士 我们要了解观众朋友 或许不是那么懂这个法条内容 可是第一个想问的是 整体事件到底 中国时报的报导 它妨害了谁的秘密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刑法315条是之一 主要就是妨害秘密罪 这个就是下手去拍 去录这样子的人 当然他是用工具 用设备 他去对于一些当事人 他有一些录音或录影 就像李中瑞他本身 如果 当然他的罪行是太严重了 但是如果回头讲他的犯行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那他就是符合妨害秘密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是觉得说 因为媒体在报导的过程中 是属于这个315条之二 就是说他有散布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 犯以这个整个行为来说 他的整个犯意是一个 就是说首先你必须主观 要有这样的犯意 那事实上我觉得媒体就是 我们就在讨论就是说 因为过去李中瑞这个案 其实我了解 他是拖了很久都没有办出来 事实上有蛮多有利人士 但是在中间希望帮李中瑞斡旋 因为可能李中瑞的父亲 他过去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办了很久没有办出来 那当然有媒体报导以后呢 当然就速度加快很多 可是在媒体报导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转贴或转到了一个照片 其中是过去他所拍摄到的 那可能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可能就是意图散播啦 或播送或这样 那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在整个新闻媒体的报导过程中 你必须要看说你是不是主观 翻译是很强烈 比如说我过去提到有一个曲美丰女士 还有一个光碟 那她们的光碟是附赠 在那个独家报导 那那种翻译就非常的强烈 可是事实上你在报导很多这些 这个案子李中瑞的过程中 因为一直有不断的照片在各地方一直在流传 光是那个时候有一些朋友 其实她们也不晓得 她们都在传这些照片 很多手机都会收到 但事实上每一位这些有传的照片的人 我那时候有机会都会传给她 就是说请你小心 以我的认知 你现在是有妨碍秘密的一个情况 那有的人就会吓一跳 那有的人就看她本身对于法治的了解 是不是够清楚 所以我觉得媒体在那时候报导 我觉得她的法医本身是要规范 不可以让很多本身 我想每个人都会是当事人 所以你要顾虑到当事人的感受 但是其实你在媒体报导中 你必须要看说你所报导的一个情形 为维护公众的利益 跟你所侵害的部分 因为看你是登什么样的照片 也是会影响到她的情节 因为据我了解 有些媒体她登的照片并不是那么严重 她只是说我确实那个照片的一部分 是从这个来源来的 那所以我可以大家就初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般的315条之一之二 她的一个情 她的情形是怎么样 但是她主要还是在于就是说 她的翻译跟她的一个实际上看出来的照片 跟对社会的影响程度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法官在考虑的时候必须标准 而且像媒体这个报导的新闻自由 也是大家必须要一并考虑 一并要考虑进去 不单单只是就这个法条上怎么样规范 就怎么来做这个判刑的一个量刑的一个标准 非常谢谢这是谢委员 至少就刑法第315条之一之二的一个内容 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妨害这个秘密 我们来看到了妨害秘密罪 那么现在对中国时报四位记者来讲 已经被上诉 而且现在已经做判刑的动作 应该怎么看待媒体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遭到这样子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判定 重点是到底有没有意图 刚刚委员有讲的很重要是有没有故意 是恶意的吗 中国时报在去年那份报道当中用的是一个背影 当然背影是一个裸露的 没有穿衣服的一个背影 但其实我们刚刚问到委员说 到底妨害谁的秘密 重点是那个照片里头 不知道正脸没有看到 头发无法来判断 他真的究竟是何方甚甚 重点甚至可以说 到底那个照片上头裸露背部的这一个人 是男是女 恐怕也没有办法被证实 但现在叫做妨害秘密罪了 所以要请教的是庄老师 这是新闻系的老师 老师那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报道出来的话呢 以后媒体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报道真相 既然呈现是一个事实的真相 而且在报道讯息当中 也协助了警方掌握到更多的资讯 然后去让我们刚刚讲的卡田路论坛 赶紧被封锁 但在这里呢 媒体反而这时候感受到是 我报道真相反而是有罪 这是一个好奇怪的一个审判 怎么会这样子 我敢断言这个事情一定会变成以后 新闻法规与伦理课程的一个教案 没错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也非常惊讶 原本是以为说 是不是媒体朋友报道过度激烈 像我们儿童少年权益保障法 所谓的儿少法四十四条之二有规定 这个如果过度使用 描绘暴力血腥色情猥亵 对性交的这个文字或图片 是违反儿少法的 原本以为是报道太露骨 还是怎么样 后来一看竟然是妨害秘密 这觉得非常压抑 如同刚刚主任所讲的是 妨害谁的秘密 而且这个资讯在忠实披露报道 网路上早就有流传 只是没有没有进一步去报道 那今天用这种方式来做这样的裁决 我想毕竟我们台湾是个法治的国家 对于整个判决不多做制评 是不是恐龙法官我们不以致贫 但就一般民众的期待 读者的期待来讲 是很大的落差 那就新闻工作者来讲 我想台湾媒体 不能有那种小孩子脾气 过去媒体如果得奖 就只报自己得什么奖 比如说昨夜新闻奖 今天自由时报 可能只报自己得什么奖 其他报得什么奖 都不报 那如果说违反这个 新闻制度被罚钱 那东森可能只报 民事被罚钱 自己被罚都不报 今天绝不能有这种小孩子脾气 因为今天这不只是 中国时报的事情 是所有媒体的事情 而且自由时报也牵涉在内 对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来重新检验 到底要怎么来面对这个议题 那特别是当法院的判决 与民众的期待 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 这是特别必要的 好 所以庄老师你也觉得 这跟您的期待是落差 非常非常之大 不只是我期待 应该是多数读者的期待 因为从新闻 网络新闻下面 这个留言来看 多数人都觉得有很大的落差 是好 所以庄老师已经告诉大家 今天在网络新闻上 大家都有让读者 来留言的部分 那个区块的反应 已经是非常的热烈 所以这次呢 到底是不是我们刚讲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决 法官们是不太理解 真正新闻自由是什么吗 还是在这里头 他的一个论 利润点又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在 新闻自由这个范畴当中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评价 都是非常糟糕的 司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特别是 要碰触到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敏感 又严肃的课题 但是毕竟他 还是这么样的判了 那判下去之后 接下来带来的影响 刚才说 对新闻系来讲 这恐怕是一个 未来比较很重要的教案 因为最后的结果 会不会就这么样定验 还不得而知 但是未来新闻系 怎么教学生 记者在第一线上采访 要怎么样才能够自保 在这里好像线缩的 会非常非常之严重 我们刚才看到 什么叫做妨碍秘密罪 的一个内容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邱一邱老师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说 这个所谓的卡提诺论坛 这是在中国时报 去年8月16号的报导当中 点出来这个论坛 这论坛很恐怖 警方在整个事件 发展一年多都没有好好去逮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论坛 借由李宗瑞的不亚照事件 在这里发了财 赚了很多黑心钱 所以老师 我们看到这样的报导 《中国时报》报导 没有意义吗 所以完全是妨碍秘密了吗 但警方也是借由我们的报导 去逮到了这个卡提诺论坛 最后该怎么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案 政府的司令 司法的无能 到最后是媒体变济品 最后牺牲掉最重要的 新闻的自由 刚才谢国梁委员特别提到 防害秘密 我要去问的是说 这一次《中国时报》被判刑的记者或编辑 他们谁在防害秘密 防害了谁的秘密 如果说要防害秘密 谁在防害秘密 谁在防害秘密 李宗瑞偷拍 防害秘密 这里讲到的卡提诺论坛 他防害秘密 而且他收费 还收黑心钱 这个叫防害秘密 甚至刚才提到有网友 把这个照片 布亚照片 传来传去 都有防害秘密之余 没错 但是如果就一个新闻媒体来说 他揭发了有个卡提诺论坛 把这一个所谓的布亚照片 再传送 那么再传播 然后再收钱 那使得警方可以去破获 这个卡提诺论坛 减少了相关被害人 所受到的伤害 这个怎么反而变成是防害秘密呢 好 那至于你防害了谁的秘密 刚才提到的嘛 你中国时报所刊展的照片里面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个当事人是谁嘛 那怎么叫做防害了谁的秘密呢 好 那刚才谢国良委员 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 司法在判刑很重要的依据 你有没有犯意 什么叫犯意 说得更白一点 叫做犯罪之故意 与犯罪之恶意 你是有没有故意呢 你有没有恶意呢 你是不是涉及到公共利益 是很明显的 中国时报的报导 甚至说自由时报的报导 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立场啊 是 因为你政府现在面对那一对姐妹 去控告李中瑞偷拍的时候 是 你警方并没有很积极的去查这个案子啊 没错 如果不是后来媒体揭露了 它成为一个受大家瞩目的新闻 嗯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后来的侦诞呢 李中瑞这个营朗怎么到最后会落网呢 是 所以今天你反而不去考量说媒体在整个世界里面的价值 你反而是剑桥灯销 你把你政府的司令司法的无能到最后拿媒体来当祭品 是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判决 是 这个判决不但离谱 而且 还拿了我们宪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新闻自由 好 那么来作为一个牺牲者 是 来 其实 吴庚大法官对于 很多的这些案件做了很明显的一个视线文嘛 是 你基本上 你基于公共利益 你没有所谓主观的犯罪是恶意 对 你基本就不能够去把它判刑 就不能去认罪嘛 是 甚至我觉得检方一开始都自己作贼心虚 还要当事人说 还要记者说 啊你认罪我就给你还起诉 这都是很离谱的 我觉得在整个案子里面啊 我觉得应该作为一个新闻系跟司法界传播界 很重要的一个教材 也希望我们的司法真的要决心起来 刚才庄先生很客气的是说 不想说他不是恐龙法官 是 可是就这个判决的情况来说 他当然是恐龙法官 好 谢谢邱老师 邱委文给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注解 真的是恐龙法官充斥在我们台湾的各个的法院里头吗 这个判例到底是不是恐龙法官那个判例呢 我们来看到说 我们刚讲到这个卡提诺论坛 要不是因为中国时报报道 他不会被警方给盯上 来看到 这个卡提诺论坛贴了多少的这个 这个六部 十秒到四十六秒的营造的照片等等 你要发表文章或累积等级 或是你要付费 直接付费成为所谓VIP 你才可以进去看 结果那个网页 在当时有六十八万人次来点阅 到底多少人在这里花的钱进去看 大赚黑心钱在中国时报报道之后呢 好马上开始他虽然是否认 但是脸书团公告要暂停网站的营运 跟关闭网站了 因为警方当然也接下来来关注他了 到最后呢 其实隔了我们两天 又重新开张营运 把这些布牙罩给吓下来 但在过程当中他赚了多少钱 警方还有检举双方有去来追究他 或去追讨他吗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 所以就要请教这个社长 所以从这里看到 这个网页命令罪到底是不是成立 重点是呢 在这里媒体揭发了所谓的事实真相 反而要成为忌品 要被忌齐 因为呢真正的事实真相 真正的那个散布的凶手 都还没抓出来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司法的一个判例的方式 这个刚才邱委员说 这个是拿媒体当忌品 邱委员还把这个形容词用的典雅一点 其实是把媒体拿起来当遮羞布 因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刚才谢委员也有提到 其实警方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那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怎么办 结果各报社就一直想报道这个新闻 因为这个新闻街头向委 大家谈得太多了 那谈到最后呢自由时报抢先了 他们就先办自由时报 所以一开始是自由时报先被办 然后也先被起诉了 中国时报在后面 那中国时报后来先被判罪 所以有人说 台湾的司法现在是法官检察官说了算 法条规定的不算 因为刚才谢委员有提到 那条文里面是很清楚 是意图散播 那他条文上下两条 第一条是叫做妨害秘密 第二条是图例 那中国时报没有登那些 也是一样卖十块钱 他也因为登那些 卖的比较多吗 那你检察官负举证责任 你要说他因为卖那两张照片 第二天销售数字暴增 那你才能证明他报意图 那意图 还有如果按照 像刚才谢委员有提到说 很多人都有照片 要秀给别人看 他说你这样是犯罪行为 其实这个就很大问题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来定罪的话 我今天报纸呢 谁在骂人 假设这个报纸里面 有涉嫌妨害命运 我看完说 邱伟这里写得很精彩 你拿去看一看 我也就算意图散播了 你也算散播了 我这个动作也叫意图散播了 你意图散播的定义不能 无限扩张到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一定是很清楚 就像刚才两位委员提到 最开始那个卡提莫论坛 那是很清楚的 甚至有人做成光碟在买钱的 那个光碟更精彩 好几个小时 而且都可以清楚看出来是哪些演艺人员的 喔喔 结果警方到现在为止 这些人没有一个办到的 嗯哼 是 对 所以其实喔 这个新闻呢 今天这个判决新闻 跟今年三月份 一个媒体的判决新闻 都是六个月有期徒刑 也是判半年 是 那那个也跟涉刑有关 但那个是联合报记者呢 包仓 喔 跟一堆警察呢 一起被判 结果你知道判多久吗 也是六个月 包仓 结果只判六个月 那你知道大家会错乱嘛 嗯 我从事新闻工作 把一个重大大家关心的事件 嗯 把它报导出来 那我这样判刑六个月 是 那我跟警察一起贪污 包仓包赌 也是判六个月 是 那你知道会给社会大众很大的错乱嘛 嗯哼 那那个案子呢 这个联合报记者判六个月呢 是因为他都不承认 另外一个自由时报记者承认的 判三个月 所以是比这个还轻 是 所以包仓包赌 是比报导 一个重大的色情 性侵案 他的罪责还轻 是 所以你不论是法官的自由新政啊 或是量刑 是 都让他觉得说 你不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 是好 所以这边这个 这个我们系的社长在那边拿了新 在三月份的一个判例来做这样的比较 或许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在关注这样的议题的话 会发现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查这些这么多 虽然我们说那个包仓包赌 跟这一集的事件呢 我们涉及的这个案情的内容 当然不完全一样 但重点是 对台湾来讲 我们司法一直还是被人民给质疑 他到底公不公正 但事情看到 跟媒体有关相关报道 看到这 又会让大家更加质疑是说 到底呢 所谓的法官的判决的一个新政是什么 同一部法律写在那 任何一位法官 任何一位法务人员 都可以自己做不同的解读 而来做量刑的裁定吗 是这样子吗 那么这里头有无限上纲的状况下 到底谁在这里受害 受害的又有多少 我们广海继续带你讨论